下面进入今天的中克国安东讯日记时间 昨天球员们获得了抵达葡萄牙后的第一个假期 虽然只有半天 但想逼球员们也是十足的开心 不过休息过后一切照旧 第四天又有什么新鲜事呢 一起去看看吧 第四天依旧是一天两练的节奏 只是上午的训练地点从球场换到了健身房 俗话说换汤不换药恐怕就是这个道理 毕竟在教练组看来 半天休息也是休息 体能的恢复很有必要 好在从队员们的表情上 我们看不出太多的痛苦 倒是很轻松 要不就是咱教练组手下留情了 要不就是这种强度的训练 对大家来说已经是小差一叠了 小编觉得应该是后者吧 大家说呢 简单的体能恢复后 下午依旧是有球训练 内容也很丰富 有小范围传射球 射门的练习 有通过训练模拟实战中的情况 有效有目的的传导球 增加向前的内容练习等等 还有这边 西哲 吕鹏 还有助理教练陶伟 三人进行着小造练习 当然还有一项内容不能少 那就是每天的压轴好戏 分组对抗 在球员们激励的对抗中 国安第四天的东迅日记 也画上了句号 我们下期再见